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效地缓解了看病贵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 要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 今天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阔为开标活动 即联盟地区药品集中采购 申报信息大会正在上海举行 我们来联系一下 前方的财经频道记者江美杨 美杨你好 请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 一些最新的情况 好的雪松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全国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 这个开标的现场 那首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到底是什么是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呢 其实呢 它就是代量采购 说白了 就是国家组织多个省份 来进行一个药品的大团购 那此时呢 药的企业呢 就会降低价格 从而实现一个以量代价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来分享两个词 第一个呢 就是扩为 顾名思义呢 就是扩大范围 那去年2018年的 四加七的代量采购呢 是11个城市 而今年呢 是扩大到了25个省份 像是东北 华南以及西部地区都位列其中 那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开标 今年的这个招标呢 是跟以往的是不同的 那去年是独家的招标的一个规则 那今年呢 是近80家的企业 对于25种药品呢 进行一个自主的报价 从而选出价格最低的 一到三位企业 那不仅是国内企业看到了 其中的这样的一个商机 那像国外的一些跨国企业呢 也是嗅到了这个国内药企市场的 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味道 那他们呢 像是印度的一些抗癌药啊 还有以及这种二类精神病药 还有瑞士的这种降血脂的药呢 也都是纷纷进行了此次的招标 那在我的左手边呢 就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史璐文教授 那今年的这个招标和以往的力度 比它是不是更大了 那对于老百姓的生活 会有一些怎样的影响 今天我在现场 建成了开标和这个缺标的过程 由于药瓶食用量的 扩大了几倍甚至于十几倍 吃下来药瓶的更大范围的链条挂钩 药瓶的价格呢 重标价格有了恒大幅度的下降 对老百姓而言呢 二十五种药瓶 不管是进口的 原研的国产的 这个药瓶质量都是老百姓可以放心的 由于这次扩为呢 消除了老百姓之前的 感觉到的价格挖地 那么减轻了坏的那个 用药负担 而且呢保障 更好地可以保障老百姓 用好的这些药品 用得起这些药品 好的 我们谢谢史教授 那就在刚刚医保局的工作人员 在三十秒前告诉我 此次的2019年的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采购的平均降幅呢 是达到了59% 比去年的52%呢 是提高了7%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那下一步呢 国家医保局呢 将会把更多的儿童病用药 罕见病用药 以及抗癌病的这种用药呢 纳入到医保 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药 看得好病 好的 雪松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美杨 来自上海的报道 其实在这个大会上呢 透露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点 就是带量采购 以往的这个药品招标呢 只招标价格 并没有数量的要求 中标企业还需要进医院来做工作 促进药品的使用 而带量采购则可以理解为大型的团购 提前明确药品的采购量 各厂家在进行报价及溢价 价低者中标 那么带量采购的施行 对于药品的价格来说 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带量采购极大的降低了部分药品价格 据公示结果显示 4加7带量采购首批中标药品价格 平均降低52% 最高降幅达96% 31个中标药品中 有7个品种降价幅度超过70% 12个降幅在40%到70%之间 原研肺癌靶像药 极非剃泥片 此前2280元降至547元 降价76% 治疗高血压和心力衰竭的 福辛普利纳片降价68% 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 低25%以上 中选药品的大幅降价 也加速了市场上 非中选的同类药品降价 例如江苏豪森药业生产的 用于治疗慢力白血病的药物 格列胃降价为每合623.82元 价格比之前降了一半多 中选药品的价格跳水 也使得瑞士诺华的原研药价格 降低了约30% 与此同时 多家国内药企的仿制药 也应声调价 好 再来关注一下节前供应 随着国庆节的临近 蔬菜水果等食品消费的需求加大 作为北京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市场 已经启动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保障国庆节期间 首度农产品正常供应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市场水果交易区 前来采购的车辆络绎不绝 商户黄素华告诉记者 随着国庆节的临近 水果市场供销两望 福建 一天现在的话大概60多吨吧 这几天吧 大概增长40%了吧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苹果 梨 香蕉 葡萄等水果销量区前 平均价格为美金2.85元 与上一周价格基本持平 不仅水果销量增长 一些蔬菜品种像大白菜 甘蓝日均交易量均超过1000吨 并且蔬菜价格也处于近三年来的低点 平均价格为美金0.85元 为了应对节日需求 蔬菜商户于海红 提前储存了1000吨葱头增加供应 通聊拉回来 一天拉回来100多吨吧 卖六七毛钱 多卖20多吨 记者了解到 为了确保北京市场供应 新发地已和200多家生产基地进行协商 做好农产品供应 同时前往多个农产品主产区 组织货源增加市场的供应量 北京每天需求2万吨的蔬菜 2万吨的水果 如果低于这2万吨 北京市的供应就会冒黄灯或红灯 蔬菜我们先达到2万2千吨左右 水果达到2万3千吨左右 好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 正在广西南宁举办的 中国东盟博览会 每年农业专题馆是博览会上 最受欢迎的展馆之一 特别是2010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 实施农产品贸易零关税以来 展馆上各种新奇特的 绿色环保的农产品备受青睐 我们都知道泰国是世界上 十大生产稻米的国家之一 那么泰国的大米其实早已远近闻名了 在今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里边 我们在这个农业展的一个泰国展厅 发现了一款非常独特的香米 也就是我现在手中拿的这个 泰国绿奶香米 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 是有一些淡淡的绿色 而且形状也是比较细长的 今年80岁高龄的参展商许玲 来自泰国 她把泰国绿奶香米带到展会上 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 在中国寻找更多合作伙伴 产量少 而且农民是用手打的 不用机器 不用机器磨的 全都人工 希望中国人也能尝尝这个味道 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 搭建以来 越来越多的东盟企业和产品走进来 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 特别是一些倡导绿色种植的农产品 通过南宁这个东盟博览会的援酒举办地 发挥广西自贸区的政策的优势 我们就是立足这个东盟 然后积极地参与这个东盟的市场 特别是在明年嘛 我们就在东南亚加大力度 据了解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农业展 有全国400家企业 45家东盟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农业企业参加了展览 参展商和采购企业数量均创新高 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普遍重视的发展理念 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部分 24号博奥亚洲论坛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 围绕消除贫困与绿色发展 分享研究成果和经验 约旦河是以色列最主要的一条河流 由于近些年一些支流河水被用作灌溉和渔液 全流域总流量从每年1215亿立方米 减少到315亿立方米 为改善环境 以色列近年致力于通过改善河流治理机制 实现河流区域经济绿色发展 在最新发布的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中 除了以色列有效治理河流之外 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多个项目 都成为绿色发展的典型案例 坚持绿色发展倡导绿色消费 杜绝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 这一理念如今已成为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的共识 亚洲人口这么多 我们不可能按照某些发达国家 过去所走的人均GDP提高以后 那种消费模式 那么不光是我们的资源 也是我们的环境所不能承受的 博鳌亚洲论坛 在同一天发布的 亚洲减评报告中指出 在绿色发展取得进展的同时 减评问题依然是目前亚洲各国 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数据显示占全球半数以上的贫困人口 在亚洲达到6.8亿人 目前亚洲国家极端贫困发生率 大幅降低 总体上消除了绝对贫困 据统计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如期脱贫 贫困县摘贸贫困人口 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 降至2018年底的1,660万人 中国精准减评发挥作用 减评经验和成就明显 为亚洲减评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在明年将实现 接触消除一切贫困人口 这个目标首先在中国实现 这是对世界减评实业的 一个大的贡献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中国财经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资讯 北京市员会即将接近尾声 记者从北京市员局了解到 从4月底开幕以来 北京市员会已经运行 近5个月的时间了 截至目前的市员会 游客的接待量 已经达到了780万人次 预计国庆期间 还会迎来新的游园高峰 中国馆自开馆以来 成为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截至目前参观中国馆的游客 已经超过400万人次 中秋节当天迎来单日游客量 高峰突破了8.6万人次 因地震和泥石流 关闭的九寨沟景区 准备在9月27号市开源 2017年8月8号 四川阿坝九寨沟县 发生了7.0级地震 九寨沟景区内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